近日台湾网红蔡瑞雪 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与人气团体 G-IDOL成员舒华的合影 并配文从你还没出道 就在韩国 一起陪伴相互加油打气 一直到现在 看到在舞台上闪闪发亮的叶舒华 真的好感动 欢迎回台湾 照片中 舒华一头金色卷法 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 造型花俏 美到让人一不开眼 而且她肤白似血 仿佛是从漫画中走出来的人物 美貌着实惊艳 而旁边的曹瑞雪 穿着吊带背心 尚未傲人 曼妙的身材十分吸睛 令人奇怪的是 蔡瑞雪的骑刘海相当怪异 头发油得根根分明 好像是一根根披上去的一样 以上信息曝光之后 引发不少网友讨论 很多人都说 蔡瑞雪长相变得很奇怪 还有人说她心机深重 披图只披自己 刘海 丝毫几天没洗过一样 更有胜者对蔡瑞雪 进行人身攻击 面对外界的恶言 蔡瑞雪 在四天之后出面回应 并表示自己修图 都是两个人一起修 与舒华的合影 确实有修过 而且那个刘海 是故意用发胶喷出来的效果 破残是化妆化出来的 没有整容 以后也会多多注意造型 据了解 蔡瑞雪是台湾的艺人 也是网红 凭借甜美的长相和傲人的身材 获得众多粉丝关注 而蔡瑞雪与舒华是老相识 她曾在2017年到韩国参加选秀节目 那个时候的舒华还是练习生 双方互相扶持过一段时间 而舒华与团队是以爱到近期来到台湾演出 前两天刚现身台势 2023超级巨星 红白艺能大赏现场 并作为压轴嘉宾待到最后 五位成员在录影尾声 为观众带来三首唱跳歌曲 将现场分为推到高潮 而且几位成员还向台下粉丝喊话 新年快乐 红包拿来 一点明星架子也没有 非常接地气 早前 台媒拍到舒华带着团员 在台湾小店吃饭的画面 当时 她身穿绿色上衣 搭配蓝色牛仔裤 皮肤白带发光 等结束完工作后 舒华就领着朋友们去街边吃排骨 喝奶茶 遇到粉丝还会亲切打招呼 十分随意 不管如何 都祝福GIDOL团体往后的事业发展 可以越来越好 也期待他们更多精彩的舞台